餐廳 睡著了 同學晚上拿媽媽回去 趕著趕去的也不方便 對這個11點了 反正那個房間買一張床 以後來了什麼人也可以睡一下 可以 之前我們回來的時候 她爸也說了 就是這裡放一張床 幫個台不要了 上次不要了 叫我媽去找個人過來弄一下 這個好一個辦公台 沒辦法了 沒事了 不然的話你就放不到床 本來我是想把那個 辦公台移到裡面的 剛剛看那個位置又不夠 然後那個台呢 想放到那個 放到那個陽台上面 但是那個又沒位置 因為你們曬衣服啊什麼的對不對 對 所以就沒位置放 就只能 我媽那邊也沒位置放 太大了 怎麼買那麼大一幅房間才有 開始的時候設計的是廚房嘛 現在放床的話她就不行 算了 有些東西你沒辦法 去聯繫我去看哪床 要我媽 媽帶我們去一下 或者我們 去買你那房子那種也行啊 而且那個電子睡得舒服 可以啊那個電子那些 那把床睡起來 可以啊 那就用那個電子 就是那種中電 電子比較好 就買一個床頭盔這樣子放在裡面 對 每個床這塊的話 太寬了 趕快他們來啊 哪個來啊 一個地方 就可以放到那裡去買一張床 前面那裡是不是有家私塵 我都沒有注意 這我媽去弄一下 反正 就把他換一張床吧 他爸說可以 他爸也說了 最後說我媽在這邊啊 對吧 可以睡一下嗎 不用趕來趕去 真的好香哦 對啊 這還不行哦 等下晚上等下 管他等他睡吧 走了 他睡了半個小時都沒有 再給他睡20分鐘就把他搞醒了 那等下4點多了 管他等他睡吧 昨天晚上我剛才鬧了涼茶 這個習慣 改一下 慢慢來嘛 可能長大就好了 小孩子可能一下子不行 長大慢慢來 長大也懂事一點了 慢慢來 我現在發現急不等 是啊 我看你今天晚上急得能睡覺 剛剛睡到幾點 剛剛睡到幾點 有沒有狗狗乖 剛剛吃飽飯 爸爸 這是什麼爸爸 爸爸 福蘿蔔啊 爸爸知道 快 好快 來 爸爸給你脫衣服 好不好 媽媽 吃飽飯了 要脫掉外套了嗎 奶奶 來 奶奶給你脫掉 看你晚上幾點鐘睡覺 你下午睡這麼晚